80年代有許許多多 筷智人口的電影 有一部電影叫《熱舞時期》 這部電影當中的有一個畫面 男主角站在那湖中 把女主角高高的舉起 哇 許多人都覺得 這一幕實在是好驚奇啊 但這個湖在哪裡呢 這是一個山中湖 它可是在維吉尼亞州 藍領山脈當中 但這個湖部啊 其實當地的美國人 都喜歡在假日的時候 吸加帶券到那個地方去露營 因為風景非常的優美 不過到了2002年開始 這湖水卻慢慢的減少了 什麼原因讓這湖水減少 不禁讓人感到非常的疑惑 但在賓州鐵路下面 突然之間發現了 有個萬人種的存在 那個萬人種 又是誰被埋在底下呢 風光明媚 沉浸悠閒 這裡是美國維吉尼亞州 藍領山脈上的珊瑚 是經典電影 熱舞時期男女主角 浪漫共舞的地方 但從2001年開始 珊瑚的水卻神秘消失 它已經很久了 但在2001年 是當初開始溫溫 2005年 是當初湖水溫溫 然後在2006年 它溫溫 2008年 它溫溫溫 海拔高度1000多公尺 氣候相當涼爽 數十年來 有成千上萬的美國家庭 都把這當成夏天必來的 避暑聖地 但如今湖的深度 只剩下原本 滿水未食的三層 不僅是我們的湖水溫溫 也有瘦水溫溫 我們也有瘦水溫溫 我們不知道什麼要做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座 47英畝大的水體 突然間消失呢 在當地流傳了一個傳說 我經常聽到 你知不知道 這個湖在下面的湖 可能是一個巨大 的地牆壁 或什麼的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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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底下 真的還有另一座湖嗎 地質專家找來 遙控潛水器 潛入湖中找答案 RV's going in the water 那東西可以動 我喜歡 OK, we're going down 但這時 一道快速而強勁的水流 往一個開口流去 那是一個大堆 這很驚訝 它看起來 山河仍然滋潰 正前我們的眼睛 其實這看起來 很快速 那是好流行 我想我可以 把水流放進去 我們去水流 我們去哪裡 想進一步找出 湖底下的大漏洞 這時麻煩來了 我已經被困住了 我只能摸摸一點 但我還沒辦法 遙控潛水器 卡在歷史堆中 動彈不得 節目主持人 羅布尼爾森 決定親自潛入湖底搶救 很冷 很冷 我只會滑走 我只會滑走 一個錯動彈不得 可以把水流放進去 或我 在下面 後來 幾分鐘後 拔撞 後來 任務完成了 專家更用流量計測出了 一天將近有 一百萬加倫的湖水 從湖底的漏洞流失 這個水量 遠遠超過一個奧運規格 六十六萬加倫的泳池 讓迷人的珊瑚景界 逐漸消失 而賓州的赤絲特郡的 這片森林底下 則隱藏了一個 不能說的黑暗秘密 這些故事 已經長久了 我們有什麼證明 有什麼證明 在年來 只是傳統 不知道 有任何物質 森林地底下 竟然藏著一個萬人種 而旁邊這道石牆 就是紀念死去的 罹難者而建的 事情回溯到1832年 美國正在興建 賓州鐵路 費城到哥倫比亞縣 但這時霍亂流行 工人們在營地裡 相繼染病死亡 傳說他們的遺體 被埋進了萬人種中 這份鐵路公司的 機密檔案 記載了有57名工人死亡 但當時的報紙報道 總死亡人口數只有8人 如果病毒被罵 為什麼很多的死亡 都保留了秘密 所以這份證明 指示到57人死亡 但這剩下49人 死亡 在哪裡 他們在哪裡 為何會被監獄 這件事 那是很好的問題 我們想知道 會這麼說 是因為1830年代 破亂的致死率是六成 專家更檢視 罹難工人的遺骨 發現頭骨有個奇怪的傷口 一隻的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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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在致死 一隻的致死 所以我們知道 這隻是一隻致死 對 這層是一個致死的致死 萬人酒 是美國賓州歷史上 一個黑暗失落的章節 那是一隻致死